Hello 我是野豬 SWALLOW豬 我的频道是为大家讲解一些行山路线和行山的小贴士 我这次其实是教大家 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 去学会用这个香港远竹地图 其实为什么我会推介用这个香港远竹路线呢 因为它们在路线资料方面 真的比较完善 这次教的方法有多简单 其实只有五个步骤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在电话上下转这个APP 无论是用iPhone也好 用Android A也好 自己找回香港远竹路线下转 大家用这些APP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开着自己的GPS 即位置 因为它才可以追踪到大家 当时是哪个位置 好 下转完之后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的话 就知道我会提供这个GPS档落 在我的影片的描述栏 描述栏在哪里呢 通常在影片的右手边 你会看到有三点 下边的探索 但下有个箭水 按下来之后 其实就会在我影片中的资料 放下去慢慢看 其實有这个GPS档落 好简单的方法 直接按下来的連結 就可以直接到香港远足地图里面 下面会有两个QR码 直接按香港远足地图下面的 进去之后很简单 整条路线就会出来了 有条路线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超级简单 只要你去到出发的地点 按下铃铛 你要走铃铛 下面就会有三个位置给你选择 其中一个就是跟随路线 只要你直接按了跟随路线 它就会出现画面 就会开始跟随时 那你就可以直接跟随路线走 另外为什么要用这个呢 它是一个很方便 还有提示的方法 当你如果 离开了位置 它会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这个可以设定的 我通常会在路线的设定 这里有个设定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走的时候 距离 它可以给我们选择 偏离了多少 由10米到100米才叫你 但是我通常会觉得 如果初学者的话 10米 因为偏离了30米 距离其实很远 10米 自己叫它叫你 那你就知道自己 可能自己走错了 知道自己走错了的时候 那你就走错了 就是这么简单 有一个第二个方法 我不需要下距人提示 下距离了路线 我是跟一大群人去走过 就在S那里 右下角有个三点位 开始轨迹记录器 就这样按住它 按红点 就开始会帮我们记录我们的行程 如果在这个方面 它是不会有任何提示给你 那自己呢 就要有空的时候 看一看 有没有离开了轨迹 那这个呢 我就建议大家 可能用了刚才那个 跟随路径 一段日子之后 开始自己熟悉之后 才再转移 然后呢 就教大家一个 完全不需要记录 只想着自己走过就算的方法 可能这条路我走过很多次了 有路线资料 但是我只想知道 我自己当时那刻的位置在哪 其实你只要着了你的GPS 接着打开APP 它里面 只会有个蓝点在那 我告诉你 你当时那刻的位置在哪 那你其实一路走的时候 那一个点是会跟着你走的 但是如果它可能没有跟到你的话呢 其实在这个APP 右下角最低那里 有个大圆圈 圈着个小圆圈 你按一下它一下的时候 它就会出回你准确的位置 那去到最后一样了 通常我穿了APP 我就一定会把地图移回正 怎样为止 把地图移回正 我通常会把箭嘴前行的方向 地图移回前 因为当我们去到分叉路口的时候 箭嘴和你的分叉路口 一样在你的前面方向 但是我发觉有些朋友很喜欢向后的 那这些个人喜好 只不过是我会觉得 里面前面有个三叉路口 如果你在地图看的时候 在你后面的时候 我自己感觉 会有怪怪的感觉 今集介绍这个地图怎么用法 其实大致上就是这么多 如果大家对这个影片有什么问题 又或者你对地图上 今集说的东西有什么疑问 留言告诉我 我会趁近回答你 那我今次介绍的 只不过是一个基本功力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 再深入些 甚至乎这个行程策划 今集我会说 留下集 最重要是大家才学会 如何看地图 用最简单的方法去行山 多谢大家 拜拜 点赞 就到这里 下集 铁 屎 不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